大家好,我是胡明星 那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给大家去讲 那在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有讲到了Jungle里面的模型的创建 然后呢,各种字段类型 然后呢,各种字段的选项 它们的一些含义 然后在上次课程当中 我们给大家讲到了这样的一些字段类型和字段选项 把常用的一些内容给大家总结了出来 然后更多的一些设置 那比如说字段类型和字段选项呢 就在这个地方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这是官方的一个文档 OK 那这一节课的话 我们将继续的去给大家去 扩展一下模型类里面的一些扩展属性 扩展属性 好,这个扩展属性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如果说去启动我们的这个项目 让它跑起来 跑起来之后的话 跑起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去访问它的管理后台 好 我们管理后台的话呢 是Noghost 然后Admin 好,我登录进去之后 我的username Admin 密码是hello123 hello123 好,这密码 这密码我记不住了 hello888吗 好,密码记不住了 密码记不住了 我可以改一改 你就这密码忘掉了之后 要想去把这个密码给它改一改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签记 password 就用many叫py的一个签记password的这样一个命令去改就可以 好,这个是之前有给大家去介绍过的 我的Admin不存在 好,我看一下我的账号名是叫什么名字 好,我这里面 我这里面的这个数据表里面还没有 还没有那个账号信息 对吧 还没有账号信息 所以改不了 所以我这地方不能用签记 好,我应该是用那个create super user 让它去创建一个超级管理员 好,然后Admin 你没有呢 Admin.com 密码的话呢 我就给它设置一个 还是hello123 hello123 好,我这样把它设置好 好,设置好了之后 好,设置好了之后 再来登录 好,再来登录 好,登录进去之后的话 登录进去之后 那我们的这个管理后台里面是 只能够看到系统默认的一些module的信息 比如说group 比如说user 好,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工作 好,去把我们的自己定义的这些module 我们可以把它注册过来 那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去引入 好,引入我的这个module 相关类型信息 然后去调用一个register的一个方法 注册的方法 去把我们的 这几个module全部的注册过来 好,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populance 还有一个是book 我们可以把这些信息给它注册过来 好,注册过来之后 在admin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账的一些信息 是不是就已经注册过来了 对吧 注册过来之后呢 但是这个地方的显示 其实很不友好 对不对 很不友好 我是希望我自己添加的module 比如说我希望它是显示成中文的显示 而不是在这个地方去显示一个英文的 对吧 它这个地方显示的话 这地方显示的这个名称 它其实是按照你的那个module的名字来显示的 对吧 按照你的module的名字 我们如果是要去自己定义 那比如说显示的这些信息之外 好,我可以呢 去通过一个内部类 就是meta的一个内部类 去设置 它的一些扩展属性 比如说 那像我刚才的这种情况 我希望让它的一个module显示的名称 如果是要显示成中文的 好,我这地方呢 去定义这样的一个属性名字 对吧 也就是它的一个显示名字 对吧 显示名字 那这个时候定义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刷新 好,你看我刚才的这个populist 它其实就显示成出版商了 对吧 出版商了 好,这个出版商 为什么后面还多了一个s 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定义s的 对吧 没有定义s 好,其实这个地方是将过它在处理的时候 因为它这个地方显示的是一个负数的形式 就是这个 就是英文单词有一个负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会把它当成一个英文单词去处理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是要显示所有的出版商 所以它加了一个s 好,所以 那如果是要去定义它的负数的形式 你也可以去指定 你可以去指定 比如说 我去设置这个属性 好,我让这个属性呢 显示和它的普通的显示是一样的 这样改一改 改了之后我再来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就不会是显示一个带s的这样的一个名称了 对不对 好,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这个扩展属性之外 还有一些非常常用的一些扩展属性 比如说排序之段 你可以定义一个Odin 你去定义它默认的排序 是什么样的 以什么之段去排序 你可以在这地方去定义 好,这地方我就不去演示了 你们自己要去了解的话 通过这里去看 然后这地方也有相应的一些扩展属性的一些介绍 如果有不明白的呢 我在班会课里面再去给大家做讲解 好,除了这个扩展属性之外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模型里面 我们也可以定义方法 我们刚才在模型类里面去定义了一个类部类 对吧 然后去扩展了它的属性 我们在这里面呢 也可以去定义它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 这个方法的话 比如说我们刚才有添加一个作者的信息 这个作者的 添加我们可以来添加一个作者的信息 添加一个作者的信息 或者是添加一个出版商 因为我们刚才是在这地方是改的出版商的名字 对吧 我就一起来添加一个出版商 好,出版商的话 好,比如说是电子工业出版社 好,地址 好,我也不知道 比如说北京 某某某某 好,北京 好,网址我也不知道是多少 随便写一个 好,然后呢 把它保存下来 好,保存下来 好,保存下来之后呢 那但是你有发现我们的这个列表里面 它显示的这个出版商的信息显示是一个什么publish object 对吧 好,它是以一个 它把那个对象的名字显示出来 好,说它是一个出版社的对象 但是我如果是要让想让它显示的话 肯定不能这样显示 比如说我应该把它的出版商的名字给它显示出来 那要怎么去做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定义模型方法 比如说这模型方法里面 这个模型方法的话 它其实和普通的拍摄里面的类方法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 我们定义模型方法 可以自己去 组装一些数据 自己去组装业务逻辑 或者是我们用它现有的 这个模型方法 比如说 像我们刚才的那种情况 我希望让它显示成一个比较正常的名字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自己去定义unicode或者是这个str的方法 在python2里面是unicode python3里面是str 所以我 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去定义 我们刚才是出版商 我只需要在这地方去定义 好 这个str的方法 这str方法的话 是在我们的负类当中就有这个方法的 所以这地方去 继承过来之后 我只内去覆盖了负类的这个方法 好 我们直接呢 return 我希望它是显示成我们的出版社的名字 对吧 好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就return return 好 刷新一下 没有出来 好 我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好 重新再启动一下 好 再刷新一下 OK 好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 它不再适宜 好 不再适宜 我们的那个object的方式显示 而是显示一个真正的名字 对吧 真正的名字 至于这个在python3里面用这个方法 如果是python2的话 你要用unicode的那个方法 好 当然除了这个系统 它本来就有的这一类似的方法之外 你这个这个模型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定义很多方法 好 这个这些定义的方法 那根据你的一个开发需要去定义 你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业务逻辑的代码 封装进去 都可以 OK 好 所以这个是关于扩展属性和模型里面 方法的一个使用 方法的一个使用 好 然后除除了这个的话呢 可能大家在留意的 在我们刚才去操作 这个添加数据的界面的时候 你其实有发现 我们的 这样的一些 字段的名字 它显示的是 这个英文单词 这个英文单词的话呢 这里面显示的这些 它其实还是 和我们这个地方定义的这个名字 所 对应的 对不对 所对应的 好 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中文的 也可以把它改成中文的 好 还记得我们之前给大家说 我们在字段选项里面 这种选项里面是有一些可以去设置的 那比如说你可以在字段选项里面去设置一个名称显示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然后去指定该属性 那它可以让它显示成一个中文 好 比如说我改一个 好 这个是名称 然后假设是名称 把内蒙我改成名称 好 然后刷新一下 好 你会看到这地方显示的 那它就是名称了 对不对 名称了 好 当然这种方式的 好 这种方式呢 有一个技巧 就是你可以把这一个 好 把这一个默认的 第一个 参数 留着是它的显示的名称 比如说我这地方 我也不用显示的去指定 好 这个属性名 我直接在第一个参数呢 直接写一个中文的地址 好 这样的话呢 它应该也是可以 去识别处理的这个 好 因为这个 要去设置这个字段的显示名称 对吧 它的 用到的地方很多 所以这地方有一种简便的设置方式 就直接在第一个参数这样去写就可以 好 OK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扩展属性 和模型方法 以及字段选项的一些使用 但这字段选项 我就不一一的去演示了 包括这个字段类型也是 包括这个扩展属性也是 不一一的去给大家去演示 因为它所设计的扩展属性 字段类型和选项都非常多 这地方演示的话 时间会不够用 所以你们下来之后 下来之后 一方面是把我给大家整理出来的这些常用的 这段类型 这段选项 还有一些扩展属性 你自己去照着我刚才的方法去试一试 然后通过更为详细的文档 官方文档去了解其他的一些属性 其他的一些属性 其他的一些内容 好 OK 好 大家下来之后 可以自己去把其他的几个模型 其他的几个模型 它的 Meta 类不类 和我们的这个 模型方法 STR的模型方法 你都把它加上 你看一下效果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节课 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